但是这种变化未必是更糟糕的 也有可能会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感谢何平先生的补充 其实这几天的共和党这边在开着大会 根据Axios最新的突发消息说 那么不少民主党人预计 在这样一次看起来气势如虹的 共和党人的大会结束之后 后面进行的一些民意调查 可能会对民主党非常的不利 那么刚才何平先生也说了 要让拜登退选 那么这边共和党得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足够的善意 但是在昨天晚上的共和党大会上 这位政治上的新星JD万斯 却对拜登没那么有善意 那么在昨天晚上 美国共和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JD万斯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明 如果他在11月的选举中和川普一起胜选 他会把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致力于创造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 在美国本土建设工厂 生产更多美国制造的商品使用 美国自产的能源等等等等 在这样的一场大会上 共和党之变是完成了 川普把MAGA交接棒递给万斯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意义性的一个动作也好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好 那么在这样的晚上 万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中 提到总统拜登的年龄 以及在华盛顿的任期 那么他拿自己的经历和拜登总统的从政仕途 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他说万斯在与81岁的拜登有关的历史参照下 万斯自己讲述了自己过往的历史 童年的悲惨的经历 他说拜登在华盛顿当政客的时间 那比我的年纪还要长 万斯还说半个世纪以来 拜登一直是每一项只在让美国变得更加软弱 和贫穷的重大政策举措的拥护者 那么在这里万斯提到了之前的伊拉克战争 提到了之前的每一场美国对外的军事行动 认为正是民主党以及拜登所支持的这些政策 让美国民众的孩子们踏上海外的战场 甚至其中不少人丢掉了性命 这个我觉得他拿自己的精力 和拜登的这个政客的仕途做了一个对比 这个是在现场应该是非常有感染力 基本上不是事实 就是说这个养党在对外发生这个军事性的干预 不是假如干的他少了 少吗 他老人家参加战争是民主党的战 还是共和党的战呀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长期的传承中间 在国际社会实行军事干预主义 这是他们的经常做法 不是说只有民主党这样做 共和党小布什怎么做的 当然了这是政党会议了 我也不想太多的批评 我这是讲事实嘛 好 那么其实在昨天晚上的这一场 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万斯的在讲话中 也是把川普在上周六预袭的那张经典照片 再次拿了出来 他认为简单来说就是万斯把川普也吹捧了一番 那么万斯的演讲不只是强调了川普 把自己和拜登做了一番对比 同时呢他也是相当于提出自己的一个施政纲领 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在我综合多家媒体看来 这个似乎在万斯的政策 基本上是延续了川普被大众所认知的一个形象 那么这个川普即便在今年11月能够重新走进白宫 那么他也只能继续再做一任的任期 因为在这个2016年他已经胜选过一次了 自然而然川普未来他的这个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一个运动 MAGA的交接棒是被交给了万斯的 这个交到了万斯的这个手上 但是你综合来看万斯的这个从政经历 也只有这两年的时间 他之前无论你说他是这个有过残军的经历 有过这个耶鲁法学院的一个比较光鲜的一个履历 但是在政坛上你怎么说 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政坛的新星 在这样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 川普之所以选择万斯作为他的一个竞选搭档 这个决定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受到了川普的长子 小川普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那么小川普是直接向他的父亲历见万斯 而川普这边其实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考虑其他的人选 但是小川普告诉自己的爸爸说 万斯这里有很多的优点 包括万斯对关键州年轻选民和工薪阶层选民的潜在影响力 这样一个决定 我觉得其实川普怎么说呢 这样一个最后才选择万斯 这个在很多政治观察家来看 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那不知道何明先生怎么看待这个万斯 在昨天晚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以及这种前后的表现 我不知道全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 像美国的政治这么好玩 这么多称谋的魅力 这么方唐 这么可爱 既有家族的这个政治 尤其是中国人 最喜欢我们最讨厌家族政治 家族政治在美国里面 无论是班农总统还是川普总统 大家应该稍微清晰一点看一看 人家的这个小儿子的操纵力 前面女儿在白宫女婿 现在的决定这个班农总统的这个 要不要退下来他儿子的角色 他女儿他这个妹妹的角色 所以大家稍微看清楚一点 不要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间 学一个存在的现实中间不存在的一个西方 第二个是财团在后面的这个势力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给了钱 那个人给了钱 对这个政治家的这个牵制的力量 你也不知道明星的表演 这个服务 拿一些魅力 像川普总统就是一个表演秀 这个投稿秀大家出来的 他当然知道这个表演 他能够这个吸引媒体的注意 所以你看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政治 它有一种非常好玩的地方 就像一个嘉年华 你看昨天晚上那个 对吧 川普的生女也出来了 川普的儿子也出来了 这个就是喊这个川普万色了 对吧 其实喊万色对于他们讲毫不羞色 因为他们已经把呢 川普设为一个这个树立体 成为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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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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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顺劳者的这么一个顺劳者的一个形象 个人从吧 在西方不存在吗 一样的存在 彻底的影响 不存在吗 一样的存在 还有一个就是政党的这个政治 民主政治的核心之一 就是政党政治 党在里面操纵性的这个作用 沉默到这个意识形态 所以 还有一个呢 就是法治 就是法律的基础 还有一个呢就是民意 还有一个就是媒体 尤其媒体的这个力量啊 在采访这个这个 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这个这个 这个 蓬勃商业周刊呀 很长啊 我稍微瞄了一样 一还是收到这个好面的 一些关键点啊 其中这个媒体啊 他在旁边访问的时候 专门在文字里的剧名啊 他吹牛 或者是他撒访 或者是他吹书 到了后面的时候 访问完了以后 川普送给他们一个帽子 那帽子上面写的 川普一切都是对的啊 那么 记者说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所以 媒体它有媒体的角色 法治它有法治的基础 家族它有家族的力量 财团它有财团的渗透 所以你在任何一方面切除美国这一块 你都会得出你一个单一的结论 才能误解了美国的这个政治 而美国的最终政治是这些因素最终交互在一起 才会再形成美国中间一个现实的反应 你可以说互相牵制也好 你可以说各自表演也好 它整是那么的丰富 而且呢还有联邦的关系 还有智库的能量 还有呢这个各个州的 一下子又是民主党的州长 一下子又是共和党的州长 哎呀就是 你真的是 你比一个美剧啊 我就看这个美剧对我来讲 我现在觉得非常的单薄 就是它那种美剧的想象力啊 跟现实差的太远了 现实的政治的这种丰富性啊 你要去适当去理解它 你才会知道怎么是个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学得像的 学不像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你要抓住根据你的情况 来学习到美国对你有价值的东西 而不是像八十年代我们这一批人 如此浅薄的 如此简单的 去把美国放到中国的现实中间去 只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的灾难 因为美国它有这个绝对的能力来承受某一些灾难和冲击 但是中国或者是墨西哥或者是菲律宾 菲律宾就是一个美国的殖民地 你看乱七八糟到什么程度 所以一方面是要学习 学习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我看起来美国的言论自由 美国的人类自由 美国的法治 这都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你要学家族政治 你要学财团政治 你要学游说价值 以中国人这种聪明狡猾厉害的程度 那中国就比美国要更乱 因为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的人是无所顾及没有边界 而有的人呢 最终呢 他还是有边界的 包括川普总统 几十年下来 他还没进牢房 虽然他已经被定罪了 对吧 他还是有些事情保持到他一定的边界 他为什么喜欢律师啊 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事情他都想去问问律师 他讲安全顾问 并不懂国家安全 但是成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对吧 那么他很多的事情 他包括这个谁啊 这个问思 也是律师啊 对吧 也是律师啊 他有一种对法律的某一种敬畏 虽然他在玩了政治 但是他有敬畏 所以我北港交集 就是在每一次在感受美国的这个政治变化的时候 都每一刻都会感觉到自己的无知 就是老师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哪怕是一个美国人 他也未必能够搞清楚 美国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因为他产生变化的因素太多太多了 好好看吧 美国的政治比任何好料物大 这个包括什么纸帕物啊 什么什么都好看太多了 好感谢何斌先生的补充啊 那刚才何斌先生提到的这个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 没要川普递来的这个马盖帽 但是啊 彭博商业周刊一定喝了川普递来的可乐 那么这个 对对对对你记住了 给了他一碗可乐 对这个彭博商业周刊 他是呃一方面 他他文章是出了一个文字的报道 另外一方面 他是把啊 这90分钟彭博商业周刊的记者和川普之间的对话呢 以完整的形式 完整文字的形式啊 公布在了网上 那么在这个网页的另外一边 还附上了一个事实核查啊 他们是认真检视了川普在回答问题的这个每一个逐字逐句啊是否属实那是否有误差这样的一个报道形式或者说这样一个啊对于这个采访的严肃的程度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我我我我非常这个赞赏这个小羊跟大家介绍的我现在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媒体的状况无论是班农的讲话还是川普的讲话旁边都有一个事实核查 这个事实核查呢 证明了一点 你说川普吹牛 他确实很多就不是事实 基本的事实都没有 你说班农不吹牛吗 他吹牛多了 吹牛多了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观众 美国的这个国民啊 他就会慢慢从这个事实中间去看 川普其实也不是神 班农也不是说那么纯洁 他们也是跟我们正常人一样的 在描述的过程中间 你基本的事实都没搞清楚 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的 肯定有很多错误嘛 对吧 你像这个川普他在讲那个降税的时候 连降税的数字都讲错了 对吧 你说他还是降税 他怎么搞清楚 他是有没有真正搞清楚 降税到底是不是带来经济发展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还是说呢 降税并没有达成真正的经济的激活 但他的这种说法 他会打动很多中小阶级的这种商家 就觉得哎哟你这个政策非常好 实际上你稍微有点经济尝试去查查历史资料 你告诉我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降税 会把一个现代化给强化起来 经济给激活起来 那都是表象 政客们现在都是表演 作为观众来讲 你要知道这是在看戏 嗯 那说到看戏啊 那么可能也有部分人啊是非常关心 那么啊 这个川普和拜登啊 那是有一番电视辩论了 那么啊 两位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参选人呢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电视辩论的 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 拜登竞选团队是说 呃 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是收到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邀请 啊 将于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呢 万斯进行一下 进行这个电视辩论 呃 现在可行的日期呢 有三个 一个是7月23日 一个是8月12日 另外一个是8月13日 但是啊 这个民主党这边啊 再加上之前的突发新闻啊 悬而未决的这个情况啊 可能会对这样两个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产生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进行关注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消息了 想要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其实不是民主党这边 是哈里斯基于想表现啊 所以他主动呢 跟这个万斯进行了联系 而且跟媒体的确定了三次的这个辩论的时间 其实到了晚上 共和党就拒绝了 共和党拒绝的语言就是说 你的身份都没搞清楚 你真的是副总统吗 还是总统 对吧 根据共和党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判断 他们可能性的这个对手呢 是这个这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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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